長哥,首先感謝你的能量接觸了吸引力法則之後, 我覺得很神奇,但同時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心想事成是好還是不好呢? 因為有很多時候,控制不了自己的念頭, 例如很怕自己病,月下就會發生, 怎樣制約自己不好的念頭,耐心的恐懼呢? 這位朋友叫Miffy,Miffy很多謝你提出來, 很好這個問題,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顯法最大的課題,亦都是透過顯法去做修行, 去吸引到你要吸引的東西, 我自己修行了幾十年,四五十年才見到一句話, 修行就是mind control,就是思想控制, 控制你自己的思想,不要想你不想要的東西, 現在我們經常都是犯賤,折騰自己, 就是明明不想要的東西, 經常想,控制不了自己,這個就是修行, 這個就是修行,修行就是這樣, 就是習慣盡量這樣做,你說我不做不到, 是你不懂做的,平時的方法就是displacement, 我叫做用取代的方式,你去想一些, 強迫自己想一些很開心很正面的東西, 你的成功,你的功德,誰對你好,所以我要感恩, 感恩就不會想一些壞事,我們感恩得不夠, 很多人都聽我唱歌講,現在不再講一次, 我自己撞車的故事,經常想著會撞車,很怕會撞車那次, 結果就真的撞車,不是我想那次撞車, 在另一種情況下撞車,所以心想就會事成, 那樣東西想到自己很慘,就是因為想錯事, 想錯事就是你控制不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就是修行得不夠, 好了就是這樣,你說如何制約自己不好的念頭, 來生的恐懼,我剛才介紹給你聽,希望你收到, 盡量感恩,盡量想一些你是很有功德的東西, 去幫人家,誰幫過你,那些, 想一下天怎樣用很神奇的方式幫你度過難關, 想一下以前成功的例子,這樣, 這個就是吸引法則我覺得的秘密, 我實踐了這麼久,很榮幸,很幸運, 我慢慢學到這些東西,不是我經常都做到, 不過我知道是這樣做的,多謝Missy,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有價值,傳給其他人看, 要加入長哥的頻道,如果你還未加入的話, 現在又越來越多人,每一天大批大批地加入, 加入長哥的YouTube頻道,在我的Facebook做我的Follower, 又收到我很多的信息,有緣分我們見面一起做玩吧,拜拜!